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还没亮 许人平跟他的面粉军团已经上工了 因为面线从无到有 需要长达九个小时 盐水倒下去 面粉就活了 简单拌面机将面团拌出一朵朵云来 这是许原平的手工面线里 少数会用到机器的地方 但面团拌好了没 还是得平手感 这个还不行 还不行 鸡面粉上阵还需要老面团的帮忙 然后这是面团前一天 前一天那靠近铁的地方 它那个老面团的头 它做起来会更顺一点 然后再来其实最主要就是说 因为它那个是固定的损耗 那你干净的那你把它加回去 它就可以减少一些损耗的样子 在许原平之里 面团要变软Q得有脚上功夫 先给面团踩踩背 通体舒畅之后 空气才能通通被踩出来 让整个面团比较扎实 那我们要确保每个步骤的面条面团扎实 这样之后后面的步骤做起来 那个面条再会Q 才不会容易断掉 因为它结构不够强的话 然后后面拉甩的时候它就会断掉 这样的拉可以确定我刚刚踩的够不够 你如果说它的毛系统还太多 等一下就要多补踩一些时间 踩完备扎实的面团看起来活脱 像一个放大版的绿豆碰 接着还要来一段南非式的圆桌舞 同样得靠角力 伴随土著舞蹈般的节奏 它要用力让它比较快地 到达那个厚度 刚开始可能不是很大力 那均匀地把它踩开之后 然后后面可能 但是踩的时候不能够太快 太快因为你面团踩 你踩下去它会弹回来 有个力量弹回来 那你很快的话就变成说 会整个会那个 它的后把握差距太大 你就要慢慢一个地方一个地方 可能一个地方重复 大概压两次三次这样子 那它就会比较容易踩扁 对 所以就会有一个节奏性 对 要有一个节奏性 不然我们一次做比较多包的时候 那你踩起来就会比较累 对 因为做面线这种东西 是整天的长期抗战 南非是圆桌舞 还只是整天长期抗战的一开始 中场先休息作画 许元平连拿着沙拉油 在鸭扁的面皮上刷个两下 都充满着大师作画的美感 65年次的许元平还不到40 已经是这一行的老塞乎 有着20多年别人抢不走的功力 我们这个刀子手要拿稳 然后要垂直 然后再来我们割出来就是面条 怎么跟机器一样精准呢 这就经验啦 目测切割大面饼 精准度不会输给元贵 很难想象千丝万缕的面线 是由像蟒蛇这么粗的大面条 一步一步变出来的 保留手工精神 适度借助小机器 帮忙延展更有效率 让面条可以更快 一次比一次接近面线的粗细 但在借由后续 真功夫手工甩拉 变身细身面线之前 它其实就是我们平常吃的 手指般大小的乌龙面 我之前知道这边有面线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它还有乌龙面 而且真的还蛮好吃的 我刚才有问老板 还发现 这也是他们做的 也是纯手工做的 让我还蛮讶异的 想说这边本来可能只有面线 那没有想到 还有那么好吃的乌龙面 举人坪的手锅面线厂 每个环节都充满了利与美 双人绿动物 随着面线弹力摆大 光看就可以完全感受到 这个手工面线有多支弹 默契 其实最主要是你如果新手的话 新手的话他不知道 那个出力的方式 拉起来他很累 那我们配合的也很累 这个两个人的节奏跟力道 要一致 那拉起来两边他会平均 对 不平均他会比较容易断 然后也有可能就是拉不长 这里面最难学的吗 不是 这是最最简单的 对许人坪来说最难的是这个 像我在绕八字的时候 之前我只是很困扰 因为绕得不好 它起来会断很多 我教出来的学徒 他都绕得比我好 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个原因 有好几年时间就是绕得很差 那起来就是一甩 它就会容易断这样子 然后那种是一个煎熬 因为你断了很多 自己就很预足这样 但对于刚进这一行的菜鸟来说 要抓整甩面的波浪节奏 才是最难的 因为有时候你甩的那个点 那个点不对 那个面线就全部都断光光 对吧 所以那个就是这个 就是这部分还在摸索 还在学习 是还蛮像在上健身房的 某一部分比起来的话 比健身房还要更累一点 可是还是会坚持下去把它做 面线厂里都是像这样 一二十岁的少年鸡 这里应该是台湾手工面线界 致面师傅最年轻的工厂了 旨人凭认为这个古老行业 绝对可以有新的面貌 所以特别喜欢栽培年轻小伙子 因为他自己也是国中毕业 就进面线工厂当学徒 最苦的两年 就是在学这个甩浪动作 明明家里有茶园可以接 但他就是觉得采茶很无趣 那小时候就是 就是你下课回来可能四点多 那也要去采茶 那我们假日的时候 也都要去采茶 所以玩的时间很少 就会觉得很累 很无聊这样子 那整天就重复这样 一直重复这个动作 那你采又要 你如果要采得有效率 又要很快一直要专心地 一直采 一直重复的动作 我自己想要决定工作的时候 对 我没有想过要回来接茶 因为觉得太辛苦了 做手工面线 对当时只有16岁的他 难道不辛苦 许元平坦白地说 他也曾经觉得累 跑去鼠超机维修公司 当起上班族 但是三年后 他从前辈的身上 预先看见了 自己未来发展的局限性 那时候开始就是有 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我未来可能就是 未来的主管 或下一个阶段的那些 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 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我能够更努力 那他会有更多的收入 就在人生方向 需要提点时 巧玉当年教他的面线师傅 劝他既然怀有一身功夫 何不自己当手工面线老板 那时候他是给我一个讯息 他觉得说 那我们家旁边有关空地 那其实我可以回来 自己开的面线工厂这样子 那时候就觉得说 很像也对 也是可以试试看 抱着试试的心态 所以一开始也没有花太多心思 只把做面线当成糊口工具 加上手工面线偏闲 煮起来比机器面线还要麻烦 市场一直打不开 他虽然曾经尝试在展授会上 揭面线请人试吃 但当年对于这种面线新吃法 接受度还是不高 让当时才二十出头的许人平 觉得很没有成就感 宁可把心思花在年轻人的最爱 打怪上面 就是喜欢玩游戏 在里面的时间很容易过 我只要把我的工作 交给其他师傅做 那我就可以整天 可能十几个小时 都在那玩游戏 因为你线上游戏 你就是你的等级 你上面的钱 就会比人家多 那也是一种很利己的一种 成就感这样子 就这样长达五六年的时间 沉迷在电脑游戏上 许人平笑说 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 他在线上认识了 同样爱打怪的香港老婆 完成了宅男的人生大事 只是六年前 一场小意外叠断了腿 才又让他开始思考 面线人生该怎么继续走下去 就稍微打滑 自己往下蹲 那时候脚就 骨头就断掉 那时候就可以 正大光明玩电脑 那样 那时候反而你玩的时候 会想 那自己的脚受伤了 那 那 未来不知道会不会好 因为坐面线都要用脚走来走去 或者出到脚的力量 那我就在想 那我有这么大的危机在 我的脚又不知道会不会好的情况下 那我未来该怎么办 还好脚伤复原很快 沉淀半年之后的许人品 决定戒掉电丸 开始更投入做面线的工作 一场美人茶节的表演邀请 让他发现 原来整个手工面线制作过程 对别人来说 本身就是一场很好看的表演 那时候就觉得说 我们的面线 很像变成这边的特产 然后那时候 第一次觉得说 原来我们的面线 是有人会想要看的 它可以是一种表演这样子 就连举起绿茶面线的身段 都有平具粉末登场的feel 纸人品开始意识到 这个自己做了二十多年 原本以为不起眼的工作 竟然一举手一投足 在别人眼中 都是一种艺术一种传承 因为手工面线它就是一个 从很久以前传下来的一个古法制作过程 那我觉得它每个步骤都是必要的 其实那有时候之前有试着有想过 可能我减少一两个步骤 那可能做起来会比较快 比较有效率 但是我发现不可以的 它的过程是这么一个美好的东西 它应该能够让更多的人来看到 好 换我 换我 是这样子哦 甩过去 然后拉 好像一种 就是一种东西这样直接 扑到我的脸上 好玩哦 好玩哦 因为你真的很弹 它就可以当作跳手来使用 看 没有问题 还是没有问题 这个很甜 我不知道你觉得口感会那样 除了开放体验 许人平知道唯有试吃 大家才能够真正认识 手工面线美好的口感 苦茶油面线到处都吃得到 最能够让人比较出面线的好坏 就是纯手工 然后天然的日晒 吃起来极为弹牙 尤其拌着那个茶油的香味 入口以后非常滑水 也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面 纯天然日晒也是手工面线独特的地方 比机器面线多了一份太阳的香味 就好天气的时候 那如果挂出来才没晒 那它的确在还没有煮之前 它会有很香的太阳的味道 太阳的味道它有一个很不一样的香味 它可以提升那个面粉的香气 就跟我们晒衣服有没有 它用太阳晒的就是会不一样 纸圆平也努力研发各种面线的创意料理 希望古早味新吃法能够吸引年轻人都能爱上手工面线的滋味 我们面炸蛋 这是糖心蛋 那我们包一层绞肉 薄薄的包一层 它不要太厚 太厚它炸的时候要很久才会熟 那这个包面线它就需要比较长的面线 就是像我们手工面线比较长 它整个不要捏断 它就会比较好包 这份料理其实我们在国外有吃过类似的东西 叫做威灵 就是一样它是绞肉包一根蛋 然后外面有面皮然后再炸起来吃 然后这边比较特别是它的面皮 它就不是面皮 它就是面线 那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好处是 一般你那个面皮如果没炸好 里面就会是软软烂烂的 味道就不好 还有面线是 它就是Q弹的面线 里面就是中间那一层就是Q弹的面线 外面就是非常地酥脆 结合在地特色是许元平现在最想做的 所以石定豆腐也被拿来包入面线里 一起炸的金黄酥脆 那这蒸豆腐是那个我们石定街上的 那个做了很久 据说我一百年的那个短豆腐店 所以这手工豆腐啊 对那它强调了 它就是有一个用我们石定的山泉水做的 那它是有一个很自然的碳烧的味道 有一点点焦味这样子 那你如果能够用到一些当地的食材 那这样子就觉得说 就是比较有那个特色啦 就是你可能来石定才吃得到 去别的地方就吃不到这样子 这个前前豆腐仙 就是它也是用面线一层一层这样卷起来的 所以就感觉说 就是外心里嫩 咬下去就是外边是酥酥的 里边就有碰到豆腐这样很嫩的那个类型 然后再搭配它这样一个很有心意的名字 就还蛮有趣的 许元平还把爸爸早期种的竹子 拿来搭配石定的山泉水 把日本很夯的流水面概念 原汁原味搬到石定来 冰箱过的面条顺着水流而下 游客爱在哪夹就在哪拦截 吃面线变成游戏般的力吞吃法 拉近了古早味面线跟现代人的距离 而当年那个曾经想逃离茶园的许元平 现在也懂得了石定茶香的价值 他努力克服绿茶粉会让面线延展性变差的问题 成功做出同样具有Q进口感的绿茶口味面线 只是贵妇般的绿茶面线不能晒太阳 只能享受40度三温暖的高温斯巴 这位台湾少见的年轻致面老师傅 对手工面线有着许多想法跟点子 从成年线上游戏到立志 要让手工面线这个古老行业发光发热 也许心态上已经有了许多转变 但对许元平来说 手工面线跟线上游戏都是一种愉快的成就感累积 欢迎收看静集的台湾 俗话说了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狼 在中立有一家猪脚店 老板陈飞19岁就结婚生子 没有想到确实他噩梦的开始 他跟先生一起开了这家猪脚店 但先生却在生意越来越好的时候 染上了赌博的恶习 一旦赌书就拿他跟小孩出气 让他在这段婚姻当中感到窒息 他为了改变丈夫拿离婚做赌注 跟先生离了一次婚 但后来还是舍不得小孩又回到了这个家 只是这时先生变本加厉 连房子都被查封 陈飞在绝望之余 希望借着宗教力量 祈求好赌又会家暴的先生 有天能够改变 但直到他提起勇气离第二次婚 勇敢自己独掌这家猪脚店 并且做出了好口碑之后 他才知道要靠拜拜或祷告 来祈求对方改变 根本是不可能的 唯有先改变自己 才有机会重生 重新获得心灵上的自由 这只六百块 儿子来帮忙 时间才早上十点 竟然就已经有许多人来买猪脚便当 那你怎么这么早就有客人来啊 他们不是吃午餐还是吃早餐 因为如果做好它就可以卖了 如果除非没有做好 没有准备好就不行 这家中立猪脚老店 是师承万蓝猪脚 在经过改良的口味 为了满足这一张张老涛的嘴 即将慢入五十的陈飞 三十年来遵循古法细活慢熬 最难透的是脚尖这个地方 像这一块 这一块是OK的话 这个脚尖的地方 这个中段这边 这已经有这样 它本来是这样直直的 它现在一这样缩下去就是透了 它已经也就是会 就会这样弯进去 我分开来卤的话是 因为这个 这个脚蹄 这个脚蹄的地方 我跟这个锅一起卤 它就会把我这个 猪脚的肉一拉拉拉拉散掉 这个就像那个洗衣机什么的 它就搅拌它 因为那个脚蹄尖尖的啦 对 它会搅拌它 搅拌的话把我的肉都会散掉 所以我就会另外滷 老滷汁抢抢棍经过两个小时的熬煮 色泽金黄亮丽准备起锅 我看是这样看 我这个擦子干 这样就像鸡肉一样 擦下去它是很好拔的 然后就表皮又弹性这样子 我就那猪脚就OK了 就很透了 这边这一块 干净吗 你这个要回啊 搓 这样很紧 就表示一定没有手 很紧 拔不起了 拔不起了 像这一块 这一块就感觉比较快熟 烟雾鸟鸟中 卤汁飘出了阵阵香味 人生有三分之二的时间 都在卤猪脚中度过的陈飞 早已闻出 中药卤包味道已经不够改换了 这个大概卤包 我都会放到七天 这本来我自己有调 我也有上一些中药课 像八角小茴香那些 还有甘草也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它会带饮药 我自己感觉 贵汁的味道它是 会发性比较短 那个八角的它比较长 香度会耐久 用十几种独门中药秘方 卤出来的猪脚充满特殊香气 金黄油亮令人看了垂涎三尺 则是天然麦芽的功劳 难怪老主顾爱上门 我只要一回台湾下飞机之后 第一餐通常都是到这里 我是从来不吃猪脚的 这家的猪脚我有在吃 上次来它刚好风秀 这次专程过来吃 因为它的猪脚吃起来 蛮嫩的 蛮嫩的 然后不会很腻口 跟万兰猪脚的口感又不太一样 那个皮不会油 咬起来很Q 肥肉跟瘦肉一起吃一起嚼 比较不会那种瘦肉不会有柴柴的感觉 肥肉也不会油 其实好像就很好吃就对了 老锅 老卤 老味道当然好吃了 连卤蛋都是用猪脚卤汁卤出来的 虽然茶叶蛋用茶叶去煮的茶叶蛋味道 然后用那个卤汁去跟着煮的话 它那个味道就 那蛋味就很香 带出那个猪脚的味道 但说起这老卤汁 三十年来没有换过 也实在太神奇了 锅子看起来都是成年老锅 对 我都没有去 只是一直在加料 像刚刚我说加料加水 我没有就是倒掉 所以你说说你一整锅的卤汁都没有换过 没有换过 没有换过 如果要换掉的话 调这个料很难调 我也不怎么会调 应该二十几 所以这一锅老卤汁已经有二三十年了 对 这两锅都一样 从你跟你新生开始 创业开始的卤汁到现在 对对 儿子都长大了 对 儿子长大了 先生却不在这个家庭一起打拼了 十九岁就结婚的陈飞承认 婚姻是他人生摔得最重的一跤 很痛很痛 一直是事后走过的时候 更感觉更痛 应该是他很好躲 非常害躲 好躲到就是房子被查封 那个洞还没有捕完 又另外一个洞 所以我非常深 我非常不安定 非常恐惧 恐惧的还有一旦堵书 就是一顿莫名其妙的脾气 因为他不像一般的人的思考 他叫你做一件事 你不做的话 他会把 像我以前的奶水果 他会把水果放漂白水 是这样的婚姻 不高兴的时候 会把你猪脚就带着走 不给你卖 就很无厘头的 他的情绪一来 就他老大 没有什么为什么 说起那段充满恐惧的暴力婚姻 陈飞时而抱头 时而沉默 几度不愿回响 很不舒服 有什么恐惧 就是他会挑啊 会丢啊 有时候不高兴就 他如果说不开心 他就 如果门万一 不小心锁到 他不能开 他就拿石头就痛 觉得自己被困在婚姻的牢笼里 完全无法施展 面对夜夜出门赌博的丈夫 陈飞曾经以离婚为手段 希望唤醒先生 我在最后一早就想要离婚 对他有用 结果还是没有用 我有回来看 儿子 儿子没有给我 八点多了 回来 小孩子还没有去上课 他还喝得烂醉 我 我只好乖乖带他去学校 看到小孩子也没办法 没有照顾 还是回来 放不下孩子 明明已经可以自由飞翔 还是选择再度回到婚姻的牢笼 外面世界阳光普照 陈飞内心一片忧郁漆黑 试过七天七夜禁食祷告 也到处求神问补 祈求上天 能够让先生改变 直到儿子的一句话 他才惊觉 继续下去 可能反而会害了孩子的未来 我要离婚之前 就是第二次离婚 他就有来跟他讲说 你爸爸对你妈妈 一来一来也很重 所以我可能会出手的意思 那时候我儿子跟我 就讲一句话 就觉得我很想 我很早就想打我爸爸 其实九年次的秉均 脸庞仍旧显得有些稚嫩 但快乐的童年 因为爸爸被迫提早结束 我妈都是这样 被我爸这样 折磨底下这样生活过 然后我共妹妹也是一样 所以自然而然就会 但小时候力量没那么强 就慢慢忍 慢慢忍 然后当我长大一点 他就是可以 就是动物就要多了 然后就会想赚起来往后妈妈 有一次 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然后好像有警察 他不晓得他认为警察 要来问我什么 他就会紧紧这样 他就会这样 他我很高 你不能欺负我妈妈 他就这样 那是什么时候 那时候我以前国宗 国宗 那时候国宗 就开始懂得保护 他那个 要这样 就这样 像我一直在求佛 我求什么 那不能改变 只能改变 先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才有机会 祷告去改变 别人是不可能的事 以前在那个婚姻当中 我是觉得是这样子的 笼罩着的 现在我是开的 轻轻帮猪蹄去角职 拔除多余猪毛 勇敢独自一人 撑起猪脚生意的陈飞 比以往更重视品质跟口碑 只是十多年来 每天都只睡三四个小时 五十岁不到 已经换来代谢失调 甘子树飙高 还有每天疼痛的板肌脂 对 像我这样一直捞 这样捞 这个重量捞起来 像我用的大力刀 都是在这边 应该在这边 所以我最严重 这两只手按这边 你他自己弹不回来 他没办法弹 不然有时候 我生狼油 不小心凹下去的时候 那我们打掉架子 就这一两年 几乎都我儿子在帮我 帮我在用 这样可以吗 体力不堪负荷 电还是得有人撑下去 陈飞只好忍痛 要求儿女修学帮忙 从国小国中开始切 会切就要开始切了 我小就开始切了 差不多吧 因为他想要给妹妹 再继续读书 他读越小就好 我他一讲之后就 年龄就掉下来 然后妹妹可以多读一点 因为他说他妈妈 我已经搞总大学了 我没有机会再往上读 可是妹妹有机会 他就为妹妹牺牲 他就自己 自己 我不晓得那时候 他是这样 他年龄就掉下来 我那想 哎呦 这个小孩真的长大了 会为妹妹牺牲 当下就觉得 我的人生就这样子了 就完全去到工作 然后没有学生生活了 大一就要开始武装 自己摆出老板的模样 带领一群年纪 可以当他阿嬷的员工 的确很辛苦 厨房的活也没能少做 年纪轻轻的丙君 一度累到真的晕了过去 做很矮的凳子 所以像是脚会被压着 在那边压着 那个姿势久了之后 可能就缺氧 脑部就是血液可能 就是送不上去 那时候一站起来 伸个懒腰 就直接像是断了线了 不然现在那个人偶 把这倒下去 不只卖猪脚 现在陈飞也卖起了 自己研发的水煮咖喱羊肉 可以搭羹搭面或者搭饭 方便又多样 一家店既主打猪脚 又接卖羊肉 陈飞一点都不担心 会猪羊变色 只怕客人嫌菜色太单调 大概是什么 你们就要当一面 大概独当一面 大概当面回来 就差不多了 还在念研究所的丙君 以及升大四的丙方 都已经做好 回家接班的心理准备 他们知道 妈妈很想摆脱 所有的束缚 拥有自己的生活 才会把陈凤琴的名字 改成成飞 我真的很想飞 所以我会用个飞字 没有算笔话 也没有问过神 想飞的陈飞 这一次只想听从内心 最真实的声音 欢迎收看 晋级的台湾 国人总是认为 吃鰻鱼饭 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因为一个蛮重 动辄三四百 甚至是上千块 所以台湾人 吃鰻鱼的风气 是远远落后于日本 非常的可惜 台湾的鰻鱼大王 吴明伟 对此感受最深 他最近开了一家 鰻鱼餐厅 除了卖基本的蛮重之外 还有多达六十多种 各式各样的鰻鱼料理 无非就是希望 吸引更多人 喜欢上吃鰻鱼 他说 唯有如此 中南部的鰻鱼养殖户 才不会辛苦大半天 价格却老是受制于日本人的手里 说起吴明伟 还不到四十岁就已经是总裁级的人物了 他十六岁就开启了快递公司送货去 十七岁已经是酒店KTV的总经理 人生就像做喷射机一样 超乎同才的脚步 后来又怎么会去菜市场卖活蛮 有为何会变成新一代的鰻鱼大王呢 现在几乎已经拥有了 鰻鱼一条龙版图的吴明伟说 他曾经在二十岁出头 一天内就赔掉了九百万元 他说鰻鱼事业就像打麻将一样千变万化 而他就是喜欢挑战不可能的人物 台北六条通到八条通 是鰻鱼饭一级占据 肥滋滋油亮亮的鰻鱼正接受炭火的加持 肉质细嫩秋团 焦糖般的光泽勾引食欲 这家号称东南亚最大的鰻鱼料亭 中南部很多人专程秋团上来品尝美味 鰻鱼我也是初吃过了 三重我也是初吃过了 我感觉这家的麻 吃起来更软更好吃 口感很不错 很好很棒一直棒 第一次来吃的口感很好很Q 我们很高兴 也有许多人从国外入民而来 我从美国来 听说很有名 那你自己吃的口感很好吃 我觉得这个鱼挺嫩的 也挺甜的 比美国吃的更喜欢 鱼的味道更好 我从法国读书回来 我朋友之前来过 跟我说很好吃 而且就听说它的鰻鱼是自家养 所以就是新鲜 非常新鲜的 自己养自己卖最鲜美甘甜 这里走的是关东路线 上烤台前得先经过蒸汽洗礼 肉质才会更加软嫩 最特别的是它的那个酱汁 不会太咸也不会太甜 就是刚刚好很入味 然后加上它的鰻鱼 有一点点的焦香 然后搭配起来再加上它的米 我觉得它的米饭非常的很搭 所以这三个加起来 我觉得是非常好吃的鰻鱼饭 65年次的老板吴明维 第一次开餐厅 对于品质很要求 所以我常说一个鰻鱼饭打开 你要让客人闻到两种味道 一个就是烤鰻鱼 那个烤鱼 就烧烤那个味道要香 第二人家在吃下去 那个米饭的香度要够 坚持用有芋头香味的关山米 因为它不会心里混就你 当然鰻鱼饭只能算是基本款 这里还有六十多道别家吃不到的 麦鱼料理更是吸引客人上门的原因 当初我们定调的路线是 要以鰻鱼的其他料理 所谓创意料理也好 或是鰻鱼料理也好 做一个路线 当然鰻鱼的所谓烧烤的方式 这是基本款 但是我们店里开创了 几乎有几十道的鰻鱼料理 这是可能是 他们一般的鰻鱼饭店 没有办法做出来的 像我就点了两道 我觉得很特别的菜来吃吃看 它把那个明太子跟鰻鱼 塞在那个鸡翅里面 那很适合下韭菜 所以还不错 我最喜欢这个千层酥鰻 因为它把那个鰻鱼 放在那个千层酥里面 所以吃起来很脆 然后那个也吃到鰻鱼的鲜甜 所以这个口感上非常特别 我很喜欢吃玉子烧 但是从来没有吃过 把鰻鱼夹在玉子烧里面 所以玉子烧它的蛋香 然后再加上鰻鱼 整个融合在一起 我觉得非常的棒 经常大多分吃鰻鱼烧的话 它面包出去的话 就是煮熟的到蛋上就会脏 然后而且蛋就是吃在哪里 比较乱乱的这样 它多了一个 里面多了一个鰻鱼以后 吃鰻鱼蛋鱼之后 它比较鰻鱼就是蛋的香 还有就是鰻鱼的 它那种鰻鱼烧的那种香 起司让鰻鱼串活了起来 缠绕的鰻鱼皮要每一面都烤熟烤酥 又不会焦掉 考验厨师功力 它里面有起司的味道 然后跟那个虾子和鰻鱼搭配得很好 然后那个还吃得到那个皮的酥脆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很好吃 就跟这里所有创意料理一样 每一道都是吴明维亲自尝试一再改良 我还下去教厨师 那你怎么样切 怎么样卷 那你中间有个师傅提议的 放虾仁 我说好 你放虾仁看看 外面的鰻鱼卷上来 如果烤得酥酥的 这样吃起来口感 你吃就对 这是凤梨 凤梨啊 凤梨这样在寿司里面 然后又跟麦鱼搭 这样不会很违和吗 其实不会 因为像凤梨啊 它这种本身就是 有点酸又有点甜的水果 它经过那个烤的过程 它会把它的甜味就是带出来 鰻鱼搭配水果焗烤寿司比较少见 吃起来层次却相当丰富 但西齐排行榜第一名 保证是这个满黑的 外面绝对吃不到 这是最天然的墨汁 内脏里面 旁边那一小的黑墨汁 取下来的 软丝的墨汁 对 所以主要是要取它的颜色 对 因为它很黑 它特别黑 只要把它弄破就可以了 软丝墨汁跟特条炸粉 融合搅拌之后 变长了火山泥 裹上淹过的鰻鱼 放入锅中一下子就炸得酥酥脆脆 果然是蛮黑的 整盘欧妈妈 这样的卖相讨喜吗 老实说连老板吴明伟也有些没有把握 蛮黑的 我个人是觉得很有创意 有的觉得很新鲜 把鰻鱼用的那样装置呈现 我怕可能消费者不一定会接受 所以我还在考虑当中 餐厅大小事已经花去了 吴明伟将近一年的心力 其实他早已坐稳 台湾鰻鱼出口的第一把交易 又何苦这么累 只要在买卖的部分随便一通电话 上百万三千万再输赢 开餐厅人家说是欠缘角 你来消费一个万一万 我可能给你赚了二十块三十块 那你就欠缘角了 很多人之前就消了 我以为你煮到那儿好 煮得也不错 你鰻鱼鱼再开餐厅 这次又开鱼鱼鱼鱼鱼鱼了 当然不是鰻鱼鱼鱼 而是出生云林的吴明伟 不想再看到家乡的鰻鱼養殖后 价格老是受控在日本人手里 唯有台湾人也懂得 共享鰻鱼的美味 增加内销量才有机会制衡 鰻鱼本身日本人 可以食用一百年的历史 变成他们的类似文化食物 我们台湾人应该 留着自己食用才对 所以有点抛砖引玉 台湾人爱三批 日本人则爱四批 别误会三批四批 单纯是指鰻鱼一公斤是三尾 还是四尾的喊话 三批个头看起来明显比四批大 日本人他也不笨 他自己要吃鰻鱼吃小的 肉质会比较细腻 所以他们都吃小的 所以大概就是 像我刚才说四批的 手一摸就知道那是几批 对 手一摸就知道几批 但是不用摸 从刚才这样选过来看的时候 就知道大概那一条是几尾的 背来背来背来 前面背来来 现在就是进入在选别 人工选别 因为鳗鱼没有办法 那个机器选别 因为这些都要经验 所以你们在看 每一次都一样大 我们再看就不一样了 几个大男人 以如此的姿势 侧身挑鱼 其实砍伤腰椎 康康的吴明伟 得坐在最后把关 三十岁那一年 五次就找上了门 我通到不行 我像这个 我躺在这个平躺的 他们在包装 他们在前面的包装 我躺在这边 躺在这边 跟着他们一起工作就对了 那时候真的是很辛苦 想起来 停起来不心酸 我想起来自己很心酸 从中南部养殖场运来的新鲜活蛮 在吊水加速活力之后 嫌疑批数分门别类 接着得再丢入冰块 让水池的温度 瞬间降到十度以下 活跳跳的鰻 进入了类似冬眠的状态 像现在活跳跳嘛 它经过冰温之后 降温 急速降温 它的活动力就减少 因为这群交客马上就要充顶氧气 准备坐飞机远赴日本 中午左右日本人就可以享受到最新鲜的活跳跳鰻鱼 为抓紧时间 吴明伟眼睛得时时紧盯 像一头发号失灵的狮子 还没有四时已经是懂自备的人物 却是个凡是喜欢亲力亲为的总裁 吴明伟的人生就像是做喷射机一样 不爱念书的他很早就结婚生子 十六岁还没有驾照 就当起了快递公司老板自己送货 十七岁在KTV酒店当起了总经理 完全是超龄演出 我那时候的经历 好像不是一个年轻人该做的 你干吗 遗憾也没有用 那么时间也不能重来 但是如果没有当初这样子 说不定也没有现在的我 他很感谢老爸的经济实力 让他还是个小矛头 就有磨练管理能力的机会 但毕竟KTV酒店龙蛇杂虫 不是可以久待的地方 爸爸的鰻鱼分装厂 总有些日本淘汰的三批规格 他想菜市场从没有人卖活跳跳的鰻 何不试试看 新一代鰻鱼大王就是从菜市场起家 当时也只有23岁 老婆 来喔 你看 滑跳跳的滑 阿桑要买一杯 来 去拍第一天 第二天 当然就像你说的 当然会尴尬 以前 再怎么讲讲 901点也是一间服务院的总经理 结果突然间要我去菜市场 拋头弄面谁敢 对 但我这个人就很快就进入状况的 一回生二回熟的 人家一回生二回熟 我是一分钟生两个 第二分钟我就熟了 有啦 有啦 有够了 有够了 好 这位同战的 旁边的你看 好 这位旁边的 你都不要钱 你买的 反正赚钱嘛 要赚钱你不喊 人家知道你卖什么 你在写一个板子 活慢一为一百块 人家没看到怎么办 好不容易有两个人从你面前走过 你不喊 对 你喊了还有机会 就在市场卖活蛮的当下 他又看到了蒲烧慢的商机 决定再放手试试 我那时候好像一天两顿多 两千多公斤 一天杀不到几十公斤 因为还要杀 还要去争去烤 一大堆繁琐的事情 我一天烤慢的时候 一天自己占十几个小时 全身都是酱油 越投入对鰻鱼事业越产生兴趣 吴明维一步步走向鰻鱼大王之路 不到三十就开始当起了盘商 但因为鰻鱼就像期货般 有着价格波动的高风险 一开始就摔了一大脚 鱼鸟最惨的一次是 一天八百万 很痛 真的会痛 不是不会痛 那一次算跌的办法算蛮深的 因为当初我们经济状况不是很好 突然让你赔了将近快千万吧 我常跟员工讲 没有人会教你怎么样失败 因为失败没有办法教你 我教你失败你跟医学嘛 不可能嘛 失败这个是经验的连击啊 有着豪迈个性跟不服输性格的吴明维 说人生越低谷他斗志就越昂扬 散焙之后他又跳下去自己养鰻鱼 而且坚持不用对人体有害的孔雀氯等化学药品 这鱼我们添加那个维他命 人在吃的维他命 添加益生菌 还有添加那个少量的鱼油 因为太油不行 没有用药一律的鰻鱼吃起来最安心 不论煮鲜蛮蛮蛤汤 还是直接清蒜都非常鲜甜 吴明维餐厅所用的鰻鱼 也坚持抵造出口日本的4P等级 这位在鰻鱼界已经是博士高级班的吴明维 牵扯自己还是餐厅的幼稚原生 他现在最希望的是 让国人花少少的钱 就能吃到最高规格的鰻鱼 今天我们看到了 年轻的手工面线师傅许仁平 如何为古老行业注入新生命 也看到了猪脚店老板纯飞 如何脱离家暴的阴影 重新找到自我 还有鰻鱼大王吴明伟 如何努力为中南部养殖户 扩大市场 也希望让国人吃到最好吃的鰻鱼料理 您是否也因此得到些启发呢 这些都是平凡人最不平凡的精彩人生 静节台湾 感谢今天的收看 我是廖婷娟 我们下次再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